在这里吃个早餐 然后一个鸡蛋是一块五 一个这个手切肉丁 大肉丁包子 要一块五 然后一碗小米汤是一块 总共是四块钱 吃了一顿早餐 他这里还送那个 玉米粥 就是说你要是不喝小米汤的话 喝免费的玉米粥也可以 吃饱了 现在出发去早市场逛一逛 今天还有点雾气呢 现在呢是早上的八大局 这里面的人呢还不多呢 但是呢也有一些游客 下了车以后拖着箱子就来了 他给我的这个模式很不一样 我呢就是因为 那个走到哪个地方呢 先把住宿的解决好 然后再去逛 有可能是说人家的情况也不一样吧 一人一个情况 他们呢就可能是时间比较短 是吧 比较倉促 然后就拉了箱子过来逛一逛 或者是说那个怎么样的 我是时间充足一点 就慢慢逛 想安顿下来 这个时间段逛一逛八大局还不错呢 很多人买菜过来了 转一圈吧 现在这个时间段人少 还在这里可以骑电单车 你看来来往往的 人多了就根本走不动 你又看到了 拉着行李来逛八大局的 经常也会看到 现在到这个早市了 去逛一逛 现在在这个早市上了 你看那个葡萄 阳光玫瑰 四块五 那个红的是巨峰三块五 这边都是卖肉的的 往前面走就是八大局 游客逛街的小吃街 就卖黄桃的 还有黄桃 罐头 这个怎么卖的 八块三块三块啊 黄桃三块钱一斤 橘子两块五 辣椒六块 哦 多少 刚才说过我都忘了 这价格怎么样 看看 直播的这个早市 烟火气十足呀 很多朋友没说 那都是老年人 广当然了 这现在年轻人都不做饭 都没时间做 也不想做 都想吃县城的 那家里老年人 再不给你做饭 再不给你买菜 你吃什么 喝什么 是吧 大部分在家里的人吃饭 都是老年人做的吧 是吧 还不要说这老年人逛街 老年人也挺辛苦啊 早上要给你买菜 然后买回去了又要做饭 有的还要给你看孩子 是吧 再不要说早市上 为什么都是老娘人了 你也可以来找市上 来买菜呀 对不对 朋友们 看这个是西芋头 三块大白菜 茄子一块三 豆角是 两块五 有两块五的 有四块的 这豆角价格都不一样 有可能是好一点 有可能是新鲜一点 不新鲜一点 这个秋又里十块钱三斤 我买过了 九块三 买了三个 五块钱七个 五块钱七个 那个运营 海虾十七啊 那虾不看起来 非常漂亮 怎么那么便宜 这边的虾子 在我的印象当中 我在家买的都是 二十八 三十 就是这个范围 上下跳动 这边十七 是难道这虾子 不一样吗 还是怎么回事呢 这香菜也太多了吧 卖肉的 这个早市 早市上的东西啊 嗯 我说比大吉上 那么呢 还更有说服力 这个豆角也是两块五 然后那个香菇是六块五 新鲜的香菇 看这苹果 各式各样的苹果 小苹果一块五 这个大一点两块 十块钱三斤的 也有四块的 这个最大的是十块钱三斤 看起来挺好啊 随便尝葡萄 三块五 三块五 好葡萄 三块五一斤 蜜鼠一块五 到处都是卖葡萄的 葡萄是不是开过季了 逛了一圈呢 这边还有一个很漂亮的 公共卫生间 现在就准备出发了 大家觉得这个市场上的物价 环境还有怎么样 那咱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